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当有一个人愿意去帮你完成梦想的时候 你应该要感谢 但是你不能苛求 别人会陪你去完成梦想 因为那个梦属于你自己 你是非他不娶吗 你是非他不嫁吗 行了吗 你们还有自己的梦想要去追求 你们去追求吧 好了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还是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 不要那么自私 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咱俩毕竟都是这样 一个专业认识的 在一起那么久了 你也知道我怎么想的 希望你能尊重我 其实我就因为太在乎 你根本就 你在乎我就要尊重我的选择 所以才会说一些那些话 但我本业也没有想 说出那种话来伤害你 你还是不要那么自私 去考虑自己 你现在稳定了 我呢 可以咬你啊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生不多也不少 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把压制住或怎么样 我也是真的想保护他那种感觉 不想让他一年十二个月 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落脚点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觉得一个男人能够养得起一个女人很牛啊 没有这么想 我这就想保护他 那就不要动不动说我养你 你是养得起一个女人还是应该好好地照顾一个女人最重要 我懂你比我养你更有力量 听没有办法 回去吧 有点是刚才说了一句话啊 我懂你比我养你更重要 其实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一段关系 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尊重